娱乐转圈圈 明星快报报 也有非常多的人表示 SM公司作为韩国娱乐圈里面的概念女团大户 接连推出了两个非常成功的概念女团 F-Bag和Red Velvet 这两个女团的服装相比于少女时代和Aster就要好得多 无论是从少女时代的打歌舞台 还是可以从她们的全球巡回演唱会上 我们都可以看到 少女时代在演唱会上面的非常多服装 都被很多的网友吐槽十分的俗套看起来 都是珠光宝气的 似乎并没有一公司旗下的Blackpink的服装好看 而Blackpink作为这两年在娱乐圈里面 非常受到大家喜爱的一个女子组合 无论是在表演上面还是在时尚方面 都可以算得上是比较位于韩国时尚前端的 她们的服装也自然都是那些非常有名的高奢品牌定制 也有非常多的网友表示 eep公司不仅把所有的服装都用奢侈服装来代替 甚至还把一些奢侈品进行了改变 相比之下 这一次Aster的服装和少女时代的服装 确实是非常的相似了 Aster这一次面向于一个网络发展 所出道的女团四个人都有四个人所对应的虚拟形象 也可以看出这次一个人在SM公司长达几年的练习生生涯中 也确实受到了非常好的训练 她们的实力在韩国娱乐圈里面也算是顶呱呱的 几次的打个舞台下来 除了服装问题几乎没有在舞台实力这一方面被大家吐槽到 而少女时代到现在为止 自从Jessica退出这一个团体之后 八人团体的活动也少了很多 虽然在南韩的团体中 少女时代可以算是女子团体的顶峰了 但是这两年随着八位成员的合约纷纷到期 现在留在SM公司并且仍然留在这一个团体里面的成员 已经没有几个了 我们也几乎看不到 她们现在作为团体活动的打歌舞台了 但是她们的个人发展还是非常突出的 也可以看到SM公司也确实非常的注重于这几位明星的发展 她们的资源在韩国娱乐圈里面也可以算得上是比较顶尖的 无论是资源实力还是颜值都这么强劲的情况下 发展自然是非常好的 最后也希望SM公司可以多多的改良一下自己的服装吧 毕竟作为韩国非常有名的经纪公司 实力与颜值还有服装都是要兼并的呀 这篇报告完了顺手点个赞 都是对我很大的支持 谢谢 谢谢 给你听谢谢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